字幕發財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12日 澳門模式 其實香港已經有南深圳之稱 還是東邪西毒 就是東澳門 東深圳 都是同一个地方的 没得小的 北海南 那目前人方面 你要人嘛 抢人才计划 就是抢到猴子偷套 抢到刘银 抢到夺链奇兵 很难的 除非你穿短袖 都是的 你不会穿樽领 穿樽领就看不到你条金链 有些很差的 穿樽领都要条链 挂在外面的 给你看 那你给人看 那就给人撻 Anyway 近日 罵得热烘烘的 就是 输入外奴了 那其实 你找人 奔一奔他就可以了 是不是 就是印印啊 太太啊 那些而已 不行的 你不是输入这些的 那就是说 他输入那些是什么人 应该就是一些 和大家同声器的人 就是都会讲 广东话的 墨影 就算不是 都至少会听 最多不会讲 会听会落单 最开心的自必然是 餐饮业了 这里餐饮总会 要大家素安心出行的 那个王家和 甚至乎 他又说到了 静个鬼啊 其实 那静个鬼 当然就想 cut course 减低个成本 你土瓜还 洪陷那些又是 劣食团了 那跟着打散了 四围飞 那些劣食团 之前一早说过会这样的 结果 大家可能 浅水湾啊 半山啊 夸张点啦 铜锣湾啊 湾仔啊 旺角啊 周Q围啊 都会充满着这些小熊帽啊 那就不知道 大灰狼在哪里 是吧 小熊帽与大灰狼 还要有个妈妈在那里 妈妈你只手那么多毛的 那些 童话故事一侧 黑衣兜到拿饭吃 也都有一些叫做 故作慷慨 那这里 王家和是这么说的 他就说到呢 现在那些餐饮业里面缺少人手 起码要多多一至两万人才救啊 甚至乎 他说什么呢 愿意以港人生金的水平去聘请他们的 高点都无所谓 就是不是外勞呢 就一定是低价的 小熊书应该会说 喂来香港做事啦 有成皮几两皮啊 对于他们9元一个钟来说 这个是非常之吸引的一件事 那但是王家和这里呢 他那个句子有点问题了 愿意以港人生金水平聘请 其实是说 愿意以刻意压低的港人生金水平 去聘请一些高价外劳 哇大佬 人工三级跳啊 走来香港做事是不是 那你说 有些人就说引入这个澳门模式 他们可以回去各样的那些 我稍后先和大家分析 那话说 他考虑输入的是什么人士呢 如果你在那个行业 你可以留意一下 有没有那些说不正的 为什么台风还上班啊 是不是因为爱啊 那这些就说得正的 但是到期时 你引入那些就未必说得正的了 和奇怪 engaged 这些虚 这样 可能夹住一下普通话 当中建造业、运输业、院舍护理员都会有特别规划 抢人财计划就是抢了这些回来,抢奴财计划,又或者是劳工人财 餐饮联业协会主席,这个是王家和,3月30日时候就说到了 这个是作准了的了,之后那些之后的事,劳福局,就是劳鹿局局长孙冬 当局就会,啊不是哦,劳鹿局那个不是孙冬,是肉酸,酸肉咸啊,肉酸,搞错了,不好意思,大家都姓孙了嘛 老孙我拔了20,000条猫猫,变出这个员工,那他就会输入2,000条猫猫,前线的,就是麦衍雅姐 但是呢,王家和就想扩大这个计划了,餐饮联业协会王家和就指出,他起码觉得要多1-2万名,才可以维持基本的运作 那所以大家,帝市要小心,滚水六脚,就是为什么滚水六脚啊,其实香港都是的,滚水! 那跟着冲过去的嘛,那些茶几粒几,那但是这些还更厉害的哦,你小心哦,兜面喷的哦 那都好些了,一个不注意香港,啊,你要训练啦,如果不是放飞剑的班人,找不到订方套啦,啊,那就捂到一个碗里吧 但愿那个碗就没有米线啦,那王家和就说到,喂,你不再引入的时候呢,那就有这个加薪的压力 搞嘛,搞嘛,搞嘛,不够的嘛,他就说啦,业界愿意以港人的薪金,相等,或者甚至这么高水平哦,高过你个人工哦,就去请这些外劳啊,应该就是广东来的啦,是不是? 你不会见到有洋人肯做这些职位啊? 啊,还是难贵方啊,那帮烂鬼,烂鬼方的嘛,哇鬼方 他是这么说的,其中以婚宴为例啦,他就说啦,过往来说呢,就是停了婚宴好久,现在突然之间,啊,有这个大搞婚宴啦,那些人,服尚的嘛,说,那结果你都要人的啊,要上酒各样,现在只有那几个人,那些质素怎么会好呢? 请极都请不到人,那没有的咯,之前疫情那时候他喜欢咳咳就咳咳,那些人都是按需工作的,按需配給,突然之间没了收入,那你都要找定做的嘛,那很多人转了行,你做餐饮,呼之则来,挥之则去,那肯是没人愿意做你那行啦,餐饮业是最大打击的,哦,现在不够人的时候,啊,就和家超夹脚啦,那咯啦,我们输入那些人下去,你又怕啦,说人家拉低了你的薪金啦,于是乎怎么样啊? 你不加薪金而已,那咯啦,以本港的薪酬去请,你请些太太印印都没那么生气啊,因为至少你知道三四千元,加下是以万多人脾气的东西,去请些广东楼罗,那这里讲到了,尤其是哪些人没人做呢?洗碗啊,存菜啊,楼面啊,他说这些是极具专业性,所以家超的抢人才计划,啊,就会抢到这些这样的大帝,输入外勞方面呢,哪个人最积极,工联会? 不是,是民建联啦,民建联就提出书换劳工短缺政策的倡议书,就会将这个人力推算年期呢,有十年,就缩短到五年,无怪乎他们是从来都,不觉得移民潮会对他们有影响的,原因就是因为呢,他们会输入大量的外勞, 那外勞如果结合了这个商情症系列,啊,再加上跨港婚姻的时候,相信又是可以进一步冲淡本港人口的一大利器啊,这里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 那这个非常之幽默哦,一方面你就贴大床,叫那些人上去大湾区那里去做事,另一方面呢,都是贴大床,啊,就邀请人家来做事哦,那再由于呢,不想拉低个薪酬,很多人就怕的嘛,那些外勞会拉低个薪酬,所以呢,甚至乎是建议以香港的人工中位数,中位数很好的,不是最低那些, 去拼请这些这样的外勞啊,那这个是经过多方角力之后呢,才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里,哇,那个名字很长,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公共小巴分会主任,就是搞到,好像那些大陆名字那么长啊,这个叫陈奉元,记得要啊,两面奉元嘛,我们叫做,改名已经叫陈奉元了哦,就是他爸爸想去做什么呢,是不是,墙头草就两边摆这样啊,不要拿人的名字来笑啦,都不知什么人,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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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小巴那些来的而已,左右逢圆,吃得开啊,他说到的是小巴专线司机哦,因为时薪来说呢,没什么吸引力,起码都要升到80元,啊,面前吃饭休息,才可能有新血加入,就是人手短缺了,那他又说到香港90年代呢,又引入过内地司机,不过试验失败哦,所以目前又再来的话呢,看怕都不做得很久啊,但是业界呢,仍然是缺少人手的, 那将货就价啦,例如这里,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这个周国强啊,那又说到业界呢,他少一千名司机的,建议就引入五百名外劳,就是你平时路面那些不懂的不要紧要,啊,等他们熟习一下,所以呢,哇,几好服侍啊,几周到啊,就建议呢,等他们行下那些关口那些线,慢慢来,那陈冯元就新啦,小巴司机就很惨的,你那些时薪呢,有点五十六十的而已,有点啊, 好些的都是六十七十,月入得万几元,啊,就难以养家,吸引不了年轻人的说哦,做到没订头,那你要引入的时候,他又说了,香港生活成本高哦,那你怎么搞呢,你内地生活成本低的嘛,那些人在大陆做事,啊,虽然就人工低,但至少成本低的时候呢,他们OK的嘛,那你走过来香港做事,当你每天搭高铁啦,那程已经没了点钱的了哦,又或者搭跨港巴士啦,那你那程 都是没点钱的哦,不要得太多,那你要有吸引力啦,所以,他建议就是,起码都要调高到九十元,那由于你们说没有吸引力嘛,于是乎啊,就建议引入这个澳门模式啦,澳门模式是什么呢,他们有一样东西就叫做蓝卡,拿着蓝卡的时候,你每日呢,就可以进来香港一次,不是,我指将来啊,澳门的爱慕就是,在珠海里面那堆人,他们拿着蓝卡就可以每日进这个澳门境一次,那这个计划, 是怎样推进到这一点呢,因为那帮人在开会的时候就说,喂,你走过来,那跟着,你去租那些劏房啊,各样,你会推高一些租金那些的哦,那其实很简单的,不让他们住劏房就可以了,啊,强制他们一定要住酒店,时钟酒店什么都好啦,那他又不会,怕待遇差没人肯来是吧,那结果来出来的方案就是澳门外劳模式啦,你又居于深圳啊,广东啊,各样搭高铁走过来啦, 啊,给你一张蓝卡那些,但是这个数据啊,澳门劳工事务局数据,澳门很少人的而已,少过香港啊,哇,但是竟然是引入了很多的外劳啊,如果你统计回二月的时候,已经有15.2万的外劳啊,里面有10万左右,啊,就是内地人,那些就真的欠饭吃的,剩下那五万多呢,你是需要他们的,那些是建设性的,就是例如你输入一些印印啊,太太啊,那为什么他们来做呢,就是因为取代 带了你家里面那位家庭主妇,那他可以不用臭儿子的出来,啊,做事这样的嘛,虽然,例如这里,劳顾会谈今年啦,这个是谈今年,谈今年说什么呢,那他有几方便是反对这件事的,第一件事,如果多几万人在香港居住呢,可能会推高本地的租金,所以那些人倡议,用澳门模式啦,他们不可以在香港居住的,翻翻上去,但是吸引力就麻麻的可能,为什么呢, 给你都不会啦,就算呢,你大湾区就业各样那些,很多是怎样呢,一星期,就只是回去一次的而已,往返各地,很踢脚的嘛,你做事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住在那头的,你如果用澳门的蓝卡模式呢,人家未必肯制,是啊,反而未必肯制,所以你倒不如,啊,给他逗留,主理说抢高租金,那些业主很开心的,这件事,反而他们想抢高租金哦,那所以你说引入澳门模式这件事呢,反而那些人是没有, 不喜欢的哦,anyway,跟着谭金链又说到了,你这么多人交通出入有影响的嘛,社区承不承受到啊,你自由行,知乎梁振英讲过了,香港交通运输几千万人都可以的哦,就只不过那些小红母团,搞到污烟瘴气而已,你吵吵吵吵,那你规管外劳咯,规管他们不要周街拖屎, 就是你要有一些方案,啊,你先要输入外劳,你要输入的时候,你不要让他周街拖屎,好了,那于是乎有人就问谭金链了哦,澳门做法行不行啊,这样,谭金链就说了,这样做的话影响更大一点,就是无论你怎么做都影响大哦,因为为什么啊,那你人员每天流动呢,会影响到关口的运作哦,这个我想又不需要担心,你以前几千万自由行那些都是这样的,关口没什么所谓的,那之后,他讲的东西都会影响到关口的运作哦,这个我想又不需要担心,你以前几千万自由行那些都是这样的,关口没什么所谓的,那之后,他 都变了好像打翻自己嘴巴那样,他说,内地人力资源就丰富,选择多,这种跨境工作的便利的话呢,又不需要考虑住宿问题,那会变相是鼓励了雇主聘用外劳,这个王家和说了,你听过解决方法了,就是你设那个薪金要高过香港人,这样的时候呢,就有吸引力了,那这里谭金链又继续说了哦,不是有人就行的,你请什么人回来啊,到你入了那些人了,发现帮不了行人, 头发展,就为时已晚了,到时候都炒了他们了,你见家超的抢人才计划很明显就是这样做啦,抢些大帝回来,而他都没有一个长远的打算,为的就只不过是冲创一下场面啦,但是他又一定会这样做的哦,因为接到女皇物令嘛,抢人才计划,他都说明是抢人才了,是不是?抢的意思是什么呀,人家本身已经有的东西,你拿来据为己用,才叫做抢的嘛,而谭金链,这里 这里就说到了,你抢到这样的时候,就是盲腸的嘛,这个盲腸炎,那你说,我怎么看呢,我当然是不赞成啦,是不是?你人手短缺,你就加些人工给那些香港那些咯,对不对?你一万请不到就两万,两万请不到就三万啦,这个是你应该做的事情来的嘛,就不是走过去,跟着,说什么休待那些内地人,走过去,给成几皮东西人去做洗碗哦,你有没有搞错? 那谭金链,他们呢,就代表着劳工那些的,两者是互相对立起来的,因为为什么呢?你业界那些,就是那帮老板呢,就自必然很欢迎这个计划,很想要这个计划,因为他们很快就可以请到很多人了嘛,你登广告都免得,你登广告请人要钱的嘛,请也都请不到就生气啦,但是他们又真的请不到的咯,因为第一样东西,疫情那几年,很多人转了行,已经不是混回那一行的了, 还跟你捱世界呀?要移民的就移民,要走的就走的啦,当然是帝的啦,对不对?但是你就看到这些老板的嘴念啦,一旦有得放任他们请这个外劳的时候呢,由于脱疆野马一样呀,从来都不会尊重自己那些员工的,不当它asset来的,当它是帝来的,有成本哦,这样,他们想的就是怎样去cut course的而已,所以联合那些公冊会啊,民建卵的话,那目前呢,当然就是, 会使尽一切的方法,他们establish来就是这样做的啦,怎样去出卖工人啦,就是这样,好,今天讲到这里